先問一隻2269 這個若名生物 它有一個配股 128至130元 折陽最多是7% 大股東就套現100億 不知投資者習慣了沒有 不停有這個配股的消息 這個Pauline在賺錢 她買111元 她說應不應該獲利 去估出這個股票呢 今早是下跌的 都習慣了 習慣了一星期賽 我看上次減遲就是4月 基本上是3個月 又減多一次 沒辦法的 你看到大股東不斷減遲 股價都不斷升 可能很多基金都爭著買貨 每次去跌 譬如前幾個星期 說到一些政策 可能對CRO公司有影響 但結果它跌完一天之後 接著又升上來 所以這些股票都真的是 基本上又回到差不多 或者業績暫時看下去 都沒有什麼問題 市場貨幣上 就不會輕易放棄它 所以這些股票 暫時來說 不用這麼悲觀 今天就算跌了一點 我覺得跌勢 不會延續很久 是的 那你就不建議它只賺 那如果你說它拿得多貨 賺少許 profit 就未尚不可 但是它 它有兩手 兩手 兩手就應該不太多了 就先持有 暫時持有這些 這些你當長期看下去 都不是不行 但當然 始終現在 醫藥局剛剛提到 都可能面對著一些政策的風險 這一點大家就要 就是拭目以待 究竟那個影響去到什麼程度 是的 因為國務院的文件 都特別指定了這個醫藥板塊 是的 所以都要儘管看著那個政策 特別你講到壟斷的情況 若明是 本身在CRO這個範疇上 市場貨幣都真的挺大 所以究竟你說 以一個反壟斷的角度 它們會不會都受影響呢 這方面都真的要時間去觀察